從圓民會主委手中接下獎盃 這是第一屆原住民族 金石創業頒獎季demo date 從一百四十多組的團隊中選出二十組 現場佈置頒發獎盃 更頒發最高一百萬元的 創業補助第一桶金 希望提升族人創業的競爭力 這個幾年始終沒有辦法縮短 圓民會也會提供入選團隊 相關經營課程以及顧問陪同 希望可以活化傳統智慧 並促進產業發展 而這次入選團隊中有一組 主要是採集部落骨調建立資料庫 骨調它不只是保存 它也可以變成另外一種新的價值 一種新的元素 藉由這種方式 然後可以把它變成是 讓它重新變成一個新的生命 它不只是保存而已 也落實部落的音樂 在未來有一個版權的保護 或者是一個建制 另外還有一組來自高雄那馬下 因為經歷過八八風災 部落婦女有個信念 就是只要不離開土地 就會有生存的勇氣和方法 經過三年的時間 他們結合部落在地食材 首作搖烤麵包的產業也獲選 經過八八風災以後 我們幾個負你的努力 我相信只要你堅持你的信念 我覺得一定會受到肯定的 我們做麵包的食材 我們是用在地的 就是有時候會鼓勵老人家 種一些南瓜那些的 然後我們就用部落的食材 來做我們的部落的歐式麵包 而這次的團隊中還有一組相當創新 他們熱愛跑步 將自己的興趣結合原鄉路線 讓山跑者可以透過越野競賽 或是活動走到部落 也推出自行設計的運動背心 頭巾 軟水壺等山跑周邊商品 要將山跑運動創造經濟價值 而發起人是一位來自捷克的台灣留學生 原面會推出的創業計劃 讓一群懷抱夢想的族人 可以透過資助的一百萬踏出第一步 記者馬斯露露台北市採訪報導